这绝对是近十年我心中最猛的动作电影 全程爽的飞骑箭直率炸 这么炫酷的打动动作你见过吗 这么狂奔的杀人方式你见过吗 电梯杀手一个喷体就能喷出无数年刀杀人无形 今天我们就一起见识见识 在遥远的未来人类科技飞速进步 人工智能技术几乎成为每个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有人却拒绝赛博朋克的影响 男主是一名工程师 这些年一直拒绝使用人工智能技术 每天与传统机械为伴 最近他正在帮一个科技公司的高管卡当夫修车 修好以后他和老婆通妞妞一起先去还车 男主开着卡当夫的传统超跑 同妞妞则开着智能超跑 到了公司之后他们见到了卡当夫 卡当夫向他们介绍了自己的最新产品智脑 男主对这项技术并不感兴趣 夜晚男主坐老婆通妞妞的智能跑车回去 汽车进入无人驾驶模式 一男一女在车里先着没事干 开始上下左右起来 人工智能系统却突然变道走了一条小路 男主察觉不对 但汽车完全不听使唤 仿佛系统有了自己的意识 自先选择着路线 系统表示出现了故障 汽车飞速地在工业区穿行 连人带车一起飞了出去 男主醒来时来了一群神秘古佣兵 忽悟此刻看到同妞妞二法门中一枪将其打死 男主想要反抗却被注射了震惊剂 而这一切都被一个无人机秘密监视着 警方很快来到这里 雇佣兵们故意把男主留在显眼的地方 让警方能发现他 男主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脊椎细胞及损伤 无法手术 除了面部肌肉还挺使唤 雄鼓以下全部瘫痪 几个月后 男主坐上了轮椅 轮椅也是智能的 可以负责男主的行动 家里的智能机器人会帮他洗衣做饭 其他时间 全部由年外的母亲伺候他的一举一动 想到驱死的童妞妞和年外的母亲 男主泪流满面 和母亲相拥而泣 警方希望男主配合调查 否则很难抓住凶手 可是男主现在高位解探 怎么调查呢 此时 卡当夫来到了男主病床前 表示他能让男主重新站起来 而且变得更响 上次展示的智脑就是这个技术 只需要将智脑植入男主的脊椎 男主就能剑步如飞 男主在犹豫 卡当夫质问他 还想不想为老婆报仇 如果想就认真考虑 无奈之下 男主接受了手术 成为全世界第一个 在脊椎上收智脑的人 男主不但站了起来 还能在跑步机上飞奔四殿 卡当夫向男主保证 智脑是服务于男主 绝对听从于男主的命令 由于项目上处于研究阶段 男主必须保密 在外人面前要继续装病 而只有智脑后 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男主的大脑里 突然出现了另一个声音 是智脑 才能读取男主的思想 男主拿起杯子 不知道这个行为是自己做的 还是智脑让他做的 智脑表示 既然你允许我向你发出声音 我能指出一些细节吗 手把让男主看了那天 无人机的监控 那天上突然要开枪的 胡子哥手里并没有枪 子弹是直接从手掌发射的 也就是说 雷方也是一个经过 智能改造的人 智脑让男主放大画面 其中一人手上有一个纹身 可是画面太模糊 根本看不清 智脑表示 把你的手给我 我来画 智脑指挥着男主的身体 飞速画出了纹身的图案 随后 智脑收出了一个先放的全部信息 几个月查不出来的信息 被智脑几秒钟就找到了 男主立马让智脑通知警帮 智脑表示 你确定你有证据吗 男主必须自己拿到铁证 男主来到嫌犯家中 男主直接闯了进去 智脑告诉他 你最好脱鞋 甭只有脚印 男主急忙脱下鞋子 智脑很快帮男主 黑进了对方的电脑 但没有太多有用信息 此刻突然有人回来 智脑让男主躲在墙后 准备出手 男主被打得屁滚尿流 快要断气之时 智脑问道 想赢吗 交给我指挥 男主照办 你来控制 男主瞬间战斗力暴增 尖叫吧少年 这段打斗太辛苦了 当时我看的时候 爽出了猪脚 全村的老母猪 动过来咬我 男主在智能的完全控制下 接受了战斗 男主简直不敢相信 不是高兴 而是恐惧 被人工只能控制全身的恐惧 智脑表示 听我指挥 收拾剑场 清除指纹 男主不愿意 不愿意 那你就等着被抓吧 男主只能硬着头皮上 法医在解剖时发现 这个人身体里 全部持住了钢丝 电线和武器 这也是一个改造过的智能人 男主私私调查 让卡当夫十分气愤 卡当夫表示 自己一直在监视男主 为什么 卡当夫表示 你身体里有我公司的东西 我当然要监视 而且 手术是高度精明 谁让你叫要过世的 男主并没有收敛 他继续调查 不查出真凶 手刃仇刃 他绝不把修 男主坐着轮椅 来到了一个黑帮酒吧 里面全部都是体重200来计的英国大力士 看到男主弱小无比 一连鄙视 男主直接关掉音乐 你们这群BSR听好了 你们当中有人杀了我的兔妞妞 站出来受死 男主说完 终于一一阵暴笑 一个黑人大汉前来挑衅 男主表示 前两天我砍掉了你兄弟的头 对方笑不出来了 来人放音乐 我要在厕所里好好教训这个瘸子 智脑看到男主要挨打 贴心地给他屏蔽了痛绝 男主看到 这些人 就是自己老婆被杀死的那群人 而且手臂里 全部被植入了手枪 男主身体迅速震起 便是世界第一战斗地 光速解决两根 对手不服 被男主定到浑身太软 男主南上加南 直接坐了上去 我招 我全部都招 下令的是一个叫 非可思的人 说完死去 男主抱怨智脑下手太重 智脑表示 下一步 交给我就行了 我已经在暗房查到了全部信息 而且卡当夫为了阻止男主调查 正试图远程关闭智脑 要将不被卡当夫关闭系统 男主接下来就要全程听智脑指挥 男主只能一路听智脑的 按照每个坐标 每个地点注意搜查 找到了一个黑客 这个人能帮智脑改写程序 让卡当夫无权远程控制 而杀死图妞的非可思 已经来到了酒吧 扫描了一下 跟人大汉的眼睛 又插到了其剩下看到的东西 非可思走到酒吧老板面前 老板掏枪 非可思笑了 一声喷嚏 数千枚钢刀 犹如利剑一般飞出 钻进了酒吧老板的鼻孔 进入了他的呼吸系统 老板当场毕命 非可思很快找到男主 黑客们知道有人袭来 提前跑路 留下男主一人在地上挺直 由于智脑还没有完全恢复 男主只能艰难地在地上爬行 下一秒 非可思开始用透视眼扫描 看到了电梯里的人 直接开枪击毙 男主一路横冲直撞 冲过匆匆走廊来到天台 男主开始搏击 偷手抱头 画面太美 你们回去自己看吧 男主回到家中 却发现母亲也在 男主只能告诉母亲 自己悄悄做了手术 但为了安全 必须保密 而此刻 女警黑妹也找到了男主 最近几次凶杀案 似乎都有男主在场 男主表示自己 绝对无辜 并表示自己 现在只想找到 杀害妻子的人 黑妹表示 如果想让我帮你 就不要隐瞒真相 否则没人就得了你 手把离去 男主毫不在意 和智脑在一起的感觉 太爽了 但他不知道 黑客改写了系统 智脑已经不需要 男主的授权了 他可以随时操控男主 也可以随时 让男主陷入瘫痪 而且 现在屋子里 已经被黑妹放了窃听器 智脑操控着男主 去找菲克斯 现在男主 已经完全失去了 自己身体的控制权 成了一个被智脑操控的木偶 智脑帮男主 拆除了窃听器 而且告诉男主 黑妹正在跟踪他 两个人在黑暗的街道上 制斗跟踪与反跟踪 由于黑妹的车 是手动驾驶 智脑无法远程控制 男主快速地 穿圈在街道上 智脑表示 我可以帮帮你 怎么帮 智脑说吧 控制了辆智能豪车 撞碎了黑妹的车 别不上男主的黑妹 只能找到男主的母亲 逼问到底发生了什么 男主找到了菲克斯 但菲克斯却告诉他 自己只是计划的一部分 目的就是为了让人类升级 自己也是被智能升级的 超级人类 他们那天 就是要让男主瘫痪 然后让男主 安装上智脑系统 至于杀掉童妞妞 只是顺手 一师计养 免费赠送 不用谢 我们做好事 从来不留名 男主暴怒和菲克斯 大站起来 菲克斯迅速躲过 一发发子弹 两个人拿针士 戚风鬼手 男举胜 将于良才 险技能 菲克斯一拳 让男主打在墙上 对着男主一顿 暴雨一般的快拳和飞踢 随后伸出手枪 智脑提醒男主 检查一下他的手机 电话里居然是 卡当夫的声音 男主直接来到 卡当夫的机体 两枚手袭来 男主直接抱头 等看到卡当夫时 卡当夫却哭得 像个零待遇 黑美也找了过来 让男主交邪偷降 黑美让男主 趴在地上 准备逮捕男主 男主抓起黑美 疯狂往地上砸 他不想这么做 但身体完全不受控制 为了阻止自己 男主拼命 对抗智脑的意识 但智脑还是控制男主 袭击黑美 男主告诉黑美 用电击枪攻击自己 男主被电倒 算是无法行动 卡当夫表示 从年前开始 这个公司就不受 自己控制了 一切都是智脑的阴谋 他逼着卡当夫 让男主修车 还车 然后在路上 黑掉了 兔妞妞的自动战士系统 为了去改造过的人类 杀死兔妞妞 让男主瘫痪 智脑想成为人类 所以选择了男主 然后让男主 杀掉卡当夫 控制整个科技公司 制造更多的智脑 智脑让男主回来 就是为了控制 这个科技基地 男主的身体 在此不听使唤 捅穿了卡当夫 男主只能朝自己开枪 干掉自己 才能阻止智脑 不知过了多久 男主从医院醒来 童童童走了过来 告诉男主 那天车祸后 男主就昏迷了好久 镜头一转 男主还在科技基地里 但这个男主 已经不再是男主 而是智脑本身 这话一枪 打死了黑美 而男主本人的意识 就永远留在这个幻想里 而智脑本身 则得到了男主的身体 成为了一个真正的 超级人工智能 这就是电影 升级的故事 一个全称 双刀爆炸 但细思极恐的故事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 全面内容 关注我 分散众的经典电影